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有市价1亿多元的毒品 走私集团手法相当细腻 还是逃不过海关精密的仪器 总计取出了50几公斤的毒品 还没有人在里面 还没有人在里面 企图干员冲进屋内 贺令走私嫌犯统统趴下 仔细的搜索 有没有其他共犯 查期人员兵分多路 陆续逮捕了5名嫌犯 这起运毒案 保三总队在台北港 查获从马来西亚的货柜 里面一式夹带毒品 他先是在日前 先购买了这个车床的机械 从台湾先出口到马来西亚 并在马来西亚 以石棺来结合这个车床 来利用他的这个空间 里面的空间来夹藏毒品 再进口回来台湾 而且他还特别的针对 这个刻意的加工灌浆 增加他的这个石棺的厚度 来躲避这个的查验 长达168公分 宽98公分 高110公分的车床 经过走私集团 灌入水泥 钢板用夹成 宛如石棺封关 相当厚实 查期人员花了好一番功夫 才将它切割 果然在里面查到毒品 走私集团 他特别加工将这个 类似石棺的这个水泥 封关的这个石棺的货柜 的这个物品 那当然毒品常放在里面 当然他为了要躲避这个查验 我们专案小组 最后是一些科技征收的仪器 想办法深入了确认里面有 相关的这个茶叶 包装的毒品的 内容的毒品 我们才将它破坏 然后确实将它取出这些毒品 它是一个铁制品 做成一个四方形的一个长方体 那中间是中空的 那这个长方体的内层内壁 还贯注了十几公民后的 一个水泥换价 所以它就食物酮是一个铜墙铁地板的 我们刚刚就是说 我们宝山这边要称为叫石棺 那非常的坚固坚硬 那我们根据海关这个宝山的这个情绪 那我们海关的同仁 当然预计他的一个查骑的一个经验 从这个仓单的过滤筛选方面 还有针对这个购物来的一个属性 还有LionT 还有它的包装的情形 我们就把它筛选出来是 因加以查气的一个标的物 那当然也更借重以我们海关 现代化查验的一个科技的一个仪器 然后再同仁这个大胆的一个假设 小心求证下的气候不舍的 使用的各种工具 历史花了四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才把这个机座的上层给打开 那总共在里面密窝假藏的 有这个二级的假机安卫塌面 52包重达56.791公斤 这起国内手中石棺车床 长途案件 毒品的市价高达1亿多元 五名嫌犯已经有三名被击押 警方呼吁走私毒品是重罪 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海峡两岸港口城市论坛 10月11号盛大展开 市长谢国良与深圳市市长谭伟中 进行海港经验交流与分享 副市长邱佩玲一同出席 为基隆增添多一份国际港口的商机 在海峡两岸港口城市论坛 谢国良市长致政深圳市长 出自刘庸的和平之春祠盘 期盼在未来双方合作交流春暖花开 除了两市的市长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立委罗明才 立委李德韦 桃园市公测会副执行长陈美莲 花莲县参议彭伟组等人也共同参与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期望借由两岸交流带来和平与稳定 促进两岸城市的关系友好 为基隆增加更多商机 首先我们会持续的 未来跟深圳市进行港口各项议题的交流 我们这一次对于推动海洋教育 海洋文化等等 在论坛上都会深入的讨论 那我们花莲县县长徐真卫 他也特别有请我转达 他也希望在明年能够也一起来参加 一个这样子的有意义的论坛 那另外港口经济是对于深圳来说 相信是非常重要的 对基隆市来说也一样是如此 基隆市也期待透过港口经济 来更多的发展目前城市的一个情况 增加基隆在地的就业 以及观光的热络 所以我觉得深圳有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包括他也有一个很巨大的摩天轮 我们明天也将进行参访 那基隆市也未来在港口周边 会打造更多国际及两岸游客 都会喜欢的油气的设施 跟人文艺术的空间 所以我相信这两个城市 以及未来更多两岸之间的港口 城市的一个加入 以及大家共同的交流 一定会共好 让彼此都更提升更进步 也让两岸更和谐 加强与基隆组织台湾各城市 在经贸投资新兴产业 海洋经济 农与产品 港口航运 文化交流和各领域 不是合作 推进两岸港口城市 高质量发展 谢国良市长提出海港政策的愿景 也期盼将基隆打造成一座 国际级的港口城市 在这个愿景下 基隆也力求促进两岸文化与经贸交流 寻求与不同单位的合作 争取城市转型与拓展港口建设之外 也要促进观光互惠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市长谢国良前往深圳 万海航运进行产业考察 关心基隆在深圳台商企业进行招商 这一次考察 万海航运与义航公司也率先响应 将投资欺读的航运总部 他其实要进港的 其实算是没那么宽 这个地方比较窄 基隆港口子这边不是很宽 对 要有技术 他不是说很宽 对 这样你就知道 市长谢国良亲自体验 航行模拟器把船开进基隆港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 到深圳市的万海航运进行产业考察 深入了解航运产业的现况跟趋势 透过互动交流 万海航运跟义航公司也率先响应 将投资七堵航运总部专区 今天来看我们万海这个企业的简报 就可以了解到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企业 不管在台湾在海外 那甚至在整个广东省都有很多很深的事业布局 它的吞吞量也非常的大 事实上 它在整个珠江三角洲的量 已经就感觉到两百万个tube 真的是非常的有规模 那不过这个我们主要未来还是希望 包括阳明海运已经有在基隆是总部 我们也希望邀请包括万海拉 包括义航等其他的航运企业 未来能够更深一层的在基隆布局 因为我们也将结合一些产学合作的计划 打造智慧物流供应链的学校 所以未来基隆是一个在航运企业 能够产学合作的一个重要基地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过来关心台商的情况 但一方面也希望跟万海 这样子一个有规模的企业来积极的招商 希望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的基隆企图 也就是航运总部的专区 能够做更积极的布局 这趟考察交流有许多企业家一起参与 包含万海航运台北总公司叶文超副总经理 万海深圳分公司总经理朱汉鹏 义航公司郭仁豪董事长 美国国际物流协会台湾分会理事长詹斯敦 长春货柜林总新总经理 企业家们在现场进行经验分享 市长谢国良说 市府也将在七堵航运总部 推动物流与供应链专业训练课程 协助企业推动人工智能 自动化 数位转型 力促相关的产业产学合作的交流机会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与立委参选人郑文庭 基隆联合竞选总部 举行成立大会 支持者高喊冻蒜与加油 热情相挺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来到基隆 参加他与立委参选人郑文庭 基隆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沿途受到支持者的热情欢迎 虽然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下 与世断断续续 但不减民众的热情 现场吸引了超过3000位支持者到现场相挺 让赖清德和郑文庭的内心相当感动 相信你能不能说 我们前期如果怕冤灾 心理就一定是来的 今天这些人 无条逢逢 勇敢站出来 团结一直来支持亲戚 支持郑文庭 我相信我们大家心心都同样 我们一定要跟他拥到 真正的选举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对 让你落的 会冷的 对 大家都没走的 我如果走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健全的 我很高兴 看到我的同学 小学同学 国中同学 看到有亲戚朋友在这里 再看见资格子 隔天的 如果有同学 大家庆祝专业来支持我 我和文庭郑一切公 祝大家赛美 感謝大家 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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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这五年来 我不但以我的专业 提供免为传逢服务 我也开放爱心冰箱 我們禮拜五在我的博物圈發放愛心物資 生鮮物資給我們的弱勢族群 給我們的公理收入富 就算我現在在選議會 整禮拜五我們的博物圈也是一樣在發紅 我們感覺到非常非常的感動也不捨 但是因為有你們的出現 讓我們更有力量向前繼續衝 我們一定會贏 我們也一定要贏 這場聯合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展現民進黨的團結氣勢 從中央到地方包括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立法院長游錫坤 民進黨前主席卓榮泰 內政部長林又昌 立委蔡世映 還有基隆市議長佟子偉及黨籍的議員 都到現場力挺 懇請基隆相親的支持 我們看到最近這幾年 基隆的城市發展一步接一步 雖然在去年的市長選舉 才適應辜負大家的期待 不能夠順利的當選來接棒佑昌市長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明年1月13號 我們的總統跟立委投票 我們要讓賴清德接棒蔡英文 這樣好不好 好 這樣好不好 好 在了我們的賴總統接棒以外 更重要的 就是讓我們的文廷議員 來接棒市英 讓文廷繼續做中央跟地方的橋梁 來幫基隆爭取更多的預算 這樣好不好 好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既然過去八年的時間 右昌做市長 中央蔡英文跟賴清德 這次 有很厚人的行政議長來消停 所以基隆市的建設在這幾年 都被猛進 所以再來 中央一樣 愛我們民進黨這次 第一位議員就要拜託大家 來消停我們這次代表民進黨參選的鄭文廷 大家說好不好 雖然說下雨天 但是我們看到那麼多的支持者 這也代表我們基隆人的浪漫 基隆人的熱情 所以我想我對我們總統跟立委的選情 也非常的樂觀 也非常有信心 在最後的關頭 不管藍白河 藍白拖 藍白草 藍白豆 我想這是一個 對跟不對的價值的選擇 我想拜託大家 堅定支持賴清德鄭文廷 不管藍白河不河 就是選擇賴清德 那今天這一場 基隆市的競選總部成立 早就在我們的預計的時程當中 對方到現在還在做任何的組合變化 我想這個都不是我們必須去關心他們的 但是他們的變化絕對趕不上我們的計畫 我們照著計畫走 尤其是基隆的這一場 在我們同議長跟很多好朋友的破話之下 籌備非常久 這又是一個非常別式的競選總部 我們希望從這裡開始 總統跟立委都能在基隆市 打出一場非常漂亮的選戰 也維持我們在這裡的席次 只要維持席次我們就能夠過半 很高興看到很多現場的好朋友 來到這邊要來鄉挺賴清德鄉挺鄭文廷 那今天雖然有一點點飄雨 但是現場許多支持者都不減熱情 而且都在現場大肆採購我們的競選小物 我希望能夠藉由今天這麼成功的活動 將這樣的氣氛延續下去 一直到我們明年的1月13號 讓賴總統以及我們鄭立委 能夠雙雙為基隆來服務 風雨深信心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和立委參選人鄭文廷 牽起所有來賓的手 懇請所有的相親 明年1月13號立委支持鄭文廷 總統支持賴清德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針對目前藍白河的進度 市長謝國良懇請兩位總統參選人 能夠再努力談一談 馬英九前總統呼籲全民調 謝國良表示自己是相當認同 認為應該要進行全民調 謝國良表示他個人覺得 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成 在廣播節目代表馬英九前總統呼籲全民調 謝國良說自己相當認同 認為應該要進行全民調 並且呼籲藍白雙方一定要重視 我覺得馬總統是中華民國做過八年的前總統 他的地位非常的客觀而且崇高 所以我覺得他出來喊話全民調 我也願意追隨他的腳步出來喊話藍白雙方 接受全民調 那這個全民調過去以來也是我們在處理立委議員 甚至縣市長在用的黨內的一個選舉模式 所以今天非常高興看到馬總統站出來支持全民調這樣的論點 我們堅定的支持馬總統這樣子的觀點 也呼籲藍白雙方接受全民調 那剛剛師傅也有別的同事也出來喊話支持全民調 我剛剛看新聞還沒有看到真正的畫面 但是有看到韓國瑜韓市長也出來喊話 追隨馬總統支持全民調 我覺得這麼多人都已經出來喊話支持全民調 我覺得藍白雙方應該要審慎的考慮 我們也是盡全力的要來促成大家的合作 那在這個最後關頭我也敦請兩位市長 也就是兩位總統候選人 能夠再努力的談一談 如果一時的堅持看來好像守住了自己的立場 或者是選民一時之間的情緒 但是當最後的結果沒有辦法政黨輪替 而讓民進黨再度執政的話 我想這兩位總統候選人在內心深處 我想他們一定都是會後悔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現在就剩最後的這麼一點時間 還是懇切的要拜託兩位總統候選人 一定要為了台灣 一定要放開自己自身的一個立場 然後想辦法讓彼此之間能夠促成合作 真的要拜託他們 謝國良表示他個人覺得時間所剩不多 懇切呼籲兩位總統參選人 想辦法讓彼此之間促成合作 推動政黨輪替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感恩都要大 kuin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 boost !",cze mean ca dét 屁波淿 10月2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肺炎练球菌 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期待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练球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 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 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 都给妈妈做 那再再 妈 我去送货 是不是去营养教营业用车辆 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营业用车辆 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 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QRQ 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能延伸店喔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 GO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 设有神佛尊相 必读 目科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 请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 参拜感受发喜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工程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赖清德 郑文婷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佑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印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婷 11月11日我们不见不散 吉隆市议员宋伟丽在总质询时 特别关心改装车噪音老民众安宁的问题 市长谢国良达巡时表示 11月14号开始将在全市六个地点 进行宁静街坊专案 一块来关心 机动市议员宋伟丽在总质询时 特别关心改装机车噪音 困扰民众安宁的问题 就是我们始终无法解决的 就是噪音 就是车子的噪音 我几乎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 我住在安一路那里 我每天晚上都听到 最少一部 最少一部那个 四人的车子 哄哄这样子 都会被吓一跳 都差不多11点12点的时间 其实你说警察局 他们有没有很辛苦 去录检啊什么 其实录检的成效不是很大 我觉得最主要是 要追根究底的就是 原来装设在排 拆除这排气管 还改装车的厂商在哪里 市长谢国良达巡表示 11月14号开始 将在全市六个地点进行 宁静街坊专案 由警察局等相关单位 在晚上8点到凌晨2点之间 大局扫荡改装机车 针对噪音和违规 进行取缔和处罚 这也是市政府在推动 行人友善 干净家园和市龙整洁之后 第四个要推行的重要市政专案 除了做噪音检测 因为你要求他做噪音检测以后 可能他改天来的时候 他又把排气管改回来 现在已经有实际的 一个法令的依据 可以针对已经有改了 排气管的这些机车 只要在夜间被查获 我们就可以依照相关的法规 进行开罚 而且他的这个罚金 是3000元起跳 这个是既我们 就是行人友善 干净家园 还有市容整洁 市容整洁就是指这些广告物 突出来的这些违建的拆除 我们会推出第四个主要的专案 叫做宁静街坊 宁静街坊的专案 会在11月14号开始 我们会大力的 在基隆市六个地点 在晚上大概八点钟到几点 两点钟的时间 我们会大力的扫荡改装机车 这会是警方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行动 另外宋伟丽也表示 别的县市的公厕都有提供卫生纸 但是以外幕山风景区公共厕所来说 就没有提供卫生纸 造成民众不方便 我们到任何一个县市区 游览车一停 公厕里面都有附卫生纸 都有卫生纸 我们外幕山因为是我常去的地方 我不知道别的风景区地方 你们有没有去发现到 就是说以基隆市而言 中山区到了礼拜六礼拜天 你去看那个卫生纸绝对没有的 市长谢国良大巡师指出 将请环保局研议 在公厕提供免费及付费双轨制的卫生纸 因为我这几年带了孩子到处走 我们都是要自己带的卫生纸 但是如果有个地方有足够卫生纸 我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很贴心 规划很够 可是国内旅游 我这几年带了孩子也到处走 很多国内旅游的卫生纸都被人家拿光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会建议要有双轨的一个机制 就是我们本身也提供卫生纸 但卫生环保局应该也要去规划 就是说在一些地点 比较是比较人来人往的工程 应该也要提供付费式的一个机制出来 以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农历9月29后是药师佛圣诞 基隆慈云寺举办南无药师流离光如来 圣诞法会信了不少乡客前来祝寿 祈愿国泰民安 人人健康无病痛 农历9月29是药师佛诞成 基隆慈云寺举办法会 信众前来祈求药师佛的庇佑 满桌的贡品是一份份的心灵寄托 每年的农历9月底 要说我圣诞千秋 很多人来打谢 来拜拜 好多鲜花好多贡品来打谢 要说我是非常灵敬的 保佑大家平安身体健康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来打谢 位在药师殿的药师佛像慈悲庄严 佛像高约三公尺 由章木雕刻而成 两旁是日光菩萨及月光菩萨 栩栩如生 佛像上的装饰精巧 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药师佛都是保佑大家平安 我们一落成一化 很多人马上都满 药师佛 日光菩萨及月光菩萨 此眼示众生 给予大众心灵温暖的力量 今天是药师佛的圣诞 我就代替我的家人 一起来礼佛 那其实因为我本来又住在安乐区 所以慈云寺大大小小的神 他们不管圣诞也好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重要日子 那我都会来这边特别来拜拜 祈求平安 在药师殿旁有文物馆 记录着慈云寺与前主委的故事 药师殿旁也供有药师灯及药师宫灯 一盏盏闪烁着光明 祈求在药师佛的庇佑下 灾害与病痛尽快解除 人人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幸福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